是婚一好远,艺人翅膀变硬,她一夜长大。 像杨成林这样事业独立,经济自理模糊的艺人不在少数,尤其杨成林也跟随蛮有的脚步,除了开始自理模糊,对自己演艺及歌唱事业愈来愈有想法。 当时甚至还有一说杨成林投资李荣浩,两人合开公司,对此他难得抢认回话,一概都是,没有的事。 不过杨成确实自己当起了老板,日前办了春酒宴请员工,身为老板的他还身金主持人,他说,真的很累,但很值得。 红包发得很开心,第一次办春酒的心情是非常感动的。